愛情三大難題 繼上一次跟大家講過 關於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問你為什麼愛她 你會怎麼回答之後 就是今集我們會繼續講第二個難題 第一個難題就是世紀難題 就是如果你媽媽問你 到底你跌下海 你媽媽問你她跌下海 以及你女朋友跌下海的時候 你救誰 當然女朋友也會問你這句話 所以有些人會說 兩個都不夠,那你就死定了 無論如何 有些人會說 孫子,不夠就報警 這些都不是一個答案 因為你是滿足不了 因為這個不是事實的問題 所以你報警也是沒用的 你解決不了的 它是在問你應然性的問題 而不是問你實現性的問題 應然性就是問你應該會怎麼做 如果你問我 我十幾年前的答案就... 可能說先救女朋友 現在你問我 我就看,很簡單 看誰問你,就答誰 這個當然是一個實際的方法 比如說女朋友問你 你當然先救女朋友 如果媽媽問你 你當然先救媽媽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個太圓滿的答案 我再思考了很多年之後 我終於得出了結論 就是無論如何 都應該先救媽媽的 為什麼呢? 比如說如果兩個同場的時候 你一定先回答救媽媽的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回答 女朋友可以再選過而已 但是媽媽是沒得選擇的 所以救媽媽才是最穩困的 但是問題就是來了 如果你說先救媽媽 你女朋友一定會生氣的嘛 其實你應該回到房間的時候 再跟你女朋友說 其實我說想先救你 是不是?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為了你才跟你說先救媽媽的 因為如果你女朋友 和你媽媽的關係相處得不好的話 問題就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你這樣回背自己良心的回答 其實是違罪到房間 將來相處的著想 我想這個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當然這個 層次上也不是很深 因為我想了很久 各位女同學 各位女性的朋友 如果你在聽這段影片的話 其實我還是覺得選擇男朋友 無論如何都要選一個孝順的 為什麼呢? 孝順是不會一時衝動的 男人可以對所有的女人好 全部都是一時衝動 但是孝順是不可以一時衝動的 因為孝順要數十年的時間來經歷的嘛 來實踐證明的嘛 你不能夠一時衝動了二、三十年 這個不可能的 但是對女朋友 你還可以為他 You jump, I jump 做很多事情的 但是全部都是一時衝動的 要想一下 但是所有男人是積不了衣服的 積的頸部也要操穿的 如果你叫做右衣積的話 多數會死掉 因為男人做事多數會一時衝動 所以如果你選擇一個男人 他是孝順的 他對他父母也好 他對你才會有真正的承諾 這就是愛情三大難題 第二難題 你要看出對方究竟是不是真誠的 看出對方是不是一個好人 可以附託終身的一個重要考慮 不過當然了 很多女性考慮男女朋友的時候 其實不是考慮對方好不好 考慮他會不會被你刺激 考慮他會不會為你開心和浪漫 這個事實就是這樣的 通常帶給他浪漫的男人 他對著你浪漫 對著其他女性也很浪漫的 所以 看看你在什麼階段想要些什麼呢 如果你是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當然要一些開心刺激的 這樣也無妨的 人生最重要是瘋狂的 是不是? 就算你很傷心的 也是一場經歷來的 均均烈烈 沒有經歷的人生也是挺可悲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二十歲或以後的 二十中或以後的 就可以考慮一下了 為你製造好浪漫的男人呢 多數都未必是一個好男人 這個世界太公平了 是不是? 通常如果女朋友也是這樣 如果她的樣子漂亮的 身材通常比較平均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你的男生通常有錢的 通常人也有賤賤的 英俊又沒有本心 是不是? 有本心的人有多數是剃頭的 所以做人最重要是學會知足而已 不過回到這次短片裡 最重要的都是 露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心 百恨以孝為先的原因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孝是日久見人心 一個人他能夠孝順 他對你才會珍惜 三大難題 第二難題 下次再講第三個 再見